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前总统马英九到大陆去 那么陕西游也是进到了尾声 六号晚间他是来到了大唐芙蓉园 逛逛花灯 欣赏水舞表演 民众也是夹到欢迎抢拍 高呼总统好 他的高人气真的不在话下 那透过这种高人气大家来看 其实两岸之间真的不是大家心中所想象的 要这么样子敌意螺旋要这么高 你透过互动 透过交流 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 确实能够有效的消弭更多的这种仇视的情势 那么预估马英九在今天会转到北京 众所期待的重头戏 马席二会却不在八号的行程表上面 传出将改到十号 来跟华府的美日飞的峰会互别瞄头 因此马席会是否会登场 也引发外界的好奇 同时我们要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 昨天是在西安参访了两处博物馆 大批的民众都在外头围观等候 险见马英九的高人气 而外界也关注此行是否会主与举行 马席二会 原先有媒体传出可能会在四月八号进行 不过大陆官方却显示 当天马英九的行程并没有这个环节 让确切举办的时间又留下了悬念 前总统马英九一早来到 秦始皇帝林博物馆参观兵马俑 为了接待马英九来访 陆方特地提早开馆 并延后一班的民众进场 大批群众站在场外 促用争夺马英九风采 而马英九随后参访西安国家版本馆 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国民的重要发想地 去年六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造访陕西这处博物馆 而马英九在离开西安之前 特别选定这个地点并发表谈话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 台湾民间也非常重视中华文化 对于经典古籍的重视 是存在于绝大多数台湾人心中的文化底蕴 用中华文明串联两岸 文化之旅之后马英九将转往北京 原先传出8号马席二会 但是当天的公开活动当中 上午去卢沟桥抗战馆下午逛北京故宫 9号遇到北京大学践行座谈 和去巴达岭长城 鸟巢 以及拼在国家塑华馆 因此就有消息传出 马席二会极大可能会是在10号登场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已经超越地域的限制 期盼中华文明的古籍的智慧 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盏明灯 继续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两位老朋友见面 牵动两岸关系发展 受到各界关注 不过现在也被质疑 国民党的亲美路线 是不是已经向亲中倾斜 我们对美国 对大陆 对日本 其实都是维持友好的关系 同一时间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也认展开防美行程 强调亲美有日合路的路线不变 期盼用互动交流取代僵持对立 创造两岸和平双赢 记者林新年林沛宇 杨七昊成真 采访报道 所以马锡二会到底什么时候举办 以及这个行程到底会不会生变呢 现在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要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马英九 在访路行程 4月7号开始重点的北京形势拉开序幕 那么他们一行人就从西安坐高铁 大约5个小时进到了北京 根据路方的消息推定 马锡二会的举行时间不会是8号 至于是9号还是10号 这个部分官方保密到家 所以会不会有马锡二会呢 我们来看到前立委郭正亮他说 以马英九做事这么谨慎 他难以想象马英九如果没有敲定马锡会的话 那么干嘛去北京呢 马英九4月8号去北京 11号才回台湾 所以他有好几天的时间 那么马英九的行程也不多 所以弹性蛮大的 这件事情应该也不是定论 大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相关的新闻 所以大陆方面 当然也没有透露相关的这个讯息 同时还传出4月10号这个时间点 跟美日峰会撞旗吗 这个部分马办也是没有给出一个说法 甚至马办从过去到现在 也都没有跟大家提到有马锡二会这件事情 行程也没有列到 所以等于说呢 要不要有马锡二会这件事情 真的是保密到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来看到呢 这个马英九从这个西安 一路到北京的过程之中 这一位负责陪同的成为了媒体的新焦点 他是谁呢 他是国台办的副主任吴喜 他也是第一次在两岸的媒体前面亮相 扛下了北京段的重任 那吴喜是在1990年进到大陆外交部来工作 一开始在大陆外交部的北美大洋州司 来担任科员 隋员 之后他的官员平步清云 2022年接任大陆外交部领事司的司长 大陆国务院3号正式任命吴喜来担任国台办的副主任 那么在4月3号才刚接下了国台办副主任的这个位置 那么就马上就是陪同马英九从这个西安到这个北京的行程 因此我们也说他是媒体的新焦点 不过我们谈到这边要先来问一下这个大前歌 因为在马英九访路之行 大家之前最关注的就是有没有马席二会 那尤其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报道 甚至是外媒都有先点名说马席二位可能会在4月8号 但现在又传出可能会到4月10号 又或者是这个行程到底有没有生变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大前歌的看法 对我想刚才陈又有转述了亮哥的谈话 那么亮哥讲这番话的时候 我刚好就坐在他旁边 我们一起在上中天的蜡丸报 那么亮哥讲的非常正确也非常有道理 就是以马总统的形式风格来说 如果没有马席会 那么他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大陆之行 恐怕就不会如此顺利的成行了 因为外界所高度关注的都是马席会的状况 那么同时马总统如果希望能够顺利的稳定两岸关系 能够和习近平主席面对面的对话 当然是最直接跟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我相信马英九总统既然决定出访中国大陆 当然马席会是早在出访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默契了 那么第二个更不用讲到说 马总统这一次安排在北京的行程的时间很长 如果今天马总统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既定行程在北京 那也就罢了 不过看起来他在北京的行程摆的也并不是非常的满 那么也就是说中间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可以另外做安排 让大家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所以如果没有马席会 我也不认为马总统会在北京安排这么长的访问时间 那么第三就是说以中国大陆的刑事风格来讲 这个不管是为了这个维护彼此之间的这个不管是马或者是习的安全问题 或者是避免外界见缝插针这个炒作大作文章 那么都极有可能不会提早的把马席会正确的时间和讯息公布出来 所以我认为以我个人的研判 就是这一次的马席会当然笃定可以举行 只不过是看举行的时间举行的方式举行的地点 跟真正会谈的内容了 谢谢大前哥 尤其特别提到这一次看起来是笃定会成行 当然在事前恐怕也没有办法先提前走漏这个消息 不过外界最大最大的期待还是就是说 现在两岸之间的关系如此陷入了僵局 整个交流 蔡政府跟对岸的交流完全中断 当然就最希望马英九这一次扮演起和平桥梁的角色 让两岸的敌意螺旋能够稍稍的缓和一点点 不过我们也继续来看到这个马英九四月六号 他是参访了西安的国家版本馆 那这里头有两段谈话 我觉得都蛮值得 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大前哥的分析 有请这个官方是邀请马英九同看 明朝嘉靖十三年 公元一五三四年写成的始流求录 那么这个是在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之中 最早有关于钓鱼台的描述 陆方此处的安排意味深长 那么上述的史料都是两岸都主张 拥有钓鱼台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而且看完了这个始流求录 马英九跟大家说了什么呢 我们都把这个字大大的写在这边 他说这个古籍正名 钓鱼台不属于琉球 古籍正名钓鱼台不属于琉球 那这背后马英九他想要传达的意思 是什么呢 以及另一方面 马英九在西安回忆起七岁的母亲 教她念左传 那么现代联合国要进流次网 但是孟子的梁慧王篇早就已经说过 触骨不入乌池 鱼鳖不可生食也 那这个触骨不入乌池就指细密的网子 不要入到了池塘 然后这些鱼这些鱼不要把它完全吃完 才能够让这个鱼园能够源源不绝的来 这个族政中华文明的先进 所以文言文的古文并不落伍 好 所以两段话 一个是针对钓鱼台的主权 看起来马英九提到不属于琉球 以及另一方面提到了孟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说古文并不落伍 那这个意思是讲给蔡政府听吗 不要一直来敬这些中华文化吗 好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来请大千哥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马总统在每一次出访 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 它的行程事实上都有非常精心跟缜密的安排 也就是说大家仔细看一下它的行程 它的行程大概很少是以观光客的角度 来这个参观中国大陆的大好河山跟风景名胜 它的行程通常都有很意味深长的一些 这个隐喻也好 一些这个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省思也好 所以在这次马英九总统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访问行程安排也是如此 那么马总统过去在安排的时候他会凸显几件事情 第一他会借由他出访的行程凸显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大陆的连结 就是中国国民党在这个创党的整个的历史背景跟这个一些相关的情境 这个是马总统在每一次参访中国大陆的时候都不会忘记的 那么这一点对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来说 我必须要强调这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党员的骄傲 就是说我们中国国民党之所以跟民进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为中华民国付出牺牲太多太多了 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随着民进党起舞 把我们这些过去曾经为中华民国付出的贡献跟牺牲全部都切割掉 那么马总统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 所以他在每一次出访的时候 他都会安排一些特定的行程 让大家重新理解到提醒到大家 中国国民党为了这个国家曾经做出的奉献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的 这个陆方特别来安排的关于这个钓鱼台古籍的一些证明 我觉得这是陆方非常细心的这个理解 就因为如果了解马英九总统的人就知道 他是一个坚定的保钓分子 他从大学时刻就为了捍卫钓鱼台的主权 一路坚持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 哪怕他面对日本的外宾 他都不会松口 他在他的心中钓鱼台长久以来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 不管是中国中这个台湾中华民国 或者是这个中国霸入 钓鱼台绝对不会是日本的 这是马英九总统长期以来的坚持跟主张 所以这一次陆方做了这样的这个贴心的安排 那么某种程度也是再一次的证明 马总统长久以来的坚持是正确的 那么当然刚才这个陈佑提到 马总统在看到了这个参访过程当中 回忆起他在七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叫他来背左传 然后左传里头有很多相关的这个 这个孟子的这个内容 所写的内容 其实是跟现在我们大家所坚持的一些普世价值是相关的 那么马总统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是要想让外界了解说 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长久以来其实并没有落伍 并没有退潮流 反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老祖宗的文化 早在几千年前 我们所提出来的看法跟主张 就跟现在当时的普世价值是谋合的 那么当然这就像刚才陈佑讲的 也是要打脸民进党 在过去这些年来 不断的在推动去古文去中国化 的这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动作 马总统借着这样具体的行为 来给民进党一次警钟 打了他们一个耳光 是的所以大家印象最深刻 应该就是删除廉耻的这一篇文章 好像搞得我们的蔡政府的官员 一点都不觉得廉耻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一直在去中化 以及另一方面有关对于台的部分 其实从大健科的说法 我们可以知道 马英九就是从过去到现在 都一直在坚守的中华民国的主权 所以这个绿营 他一直在那边说什么 马英九好像很爱卖台 好像一直在给马英九扣红帽 但是从马英九的这些言论看起来 他完完全全都是在坚守中华民国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